要说是贺小燕不仅在贺氏集团使呼风唤雨,更是在教育媳妇这件事上也是有一套。 当年的那一场车祸,凶早的孩子小宝放在贺小燕的身边抚养,这让贺小燕也是当了一把宝吧的引。 在贺小燕的眼里深信一句话,没有前半不成的事情。 而小宝在当年的那一场车祸中,也是患上了极其严重的失语症。 只要一想起当年的事情,小宝就会沉默不语,更是发出严重的声音。 种种让贺小燕都是苦在心里,为了治好小宝的病,更是大手一挥,找了不少的心理医生治疗小宝。 在众多心理医生之中,小宝是一眼选中了秦宇悦。 秦宇悦带人温和更像是一个小太阳一样,而这一点也是深深吸引了小宝。 为了能够留下秦宇悦,贺小燕是拿出了一份合约情侣,目的就是在于治疗好小宝的兵情之后,俩人再结出合约。 万万没想到在这期间,贺小燕对秦宇悦也是动了真感情,明明是互相喜欢的两个人,明明是那么在乎彼此,但是这俩鱼目疙瘩就是谁也不开窍。 自从是林维和宁芳师兄的出现之后,这俩人才是慢慢把彼此的心意看透。 种种也是让贺小燕终于对秦宇悦说明了自己的内心,再加上那一份录音对话出现之后,这让贺小燕也明白秦宇悦对她的内心想法。 再加上秦宇悦向宁芳说出她喜欢贺小燕,而贺小燕知道这个消息明显是笑成了一朵花。 为了能够和秦宇悦走到一起,贺小燕也是拿出了一份无限续约合同,而这也是让秦宇悦压根是没有想到。 最后直接撵到了秦宇悦的家里是上演出泡泡告白,随后贺小燕也是勇吻了秦宇悦,两人之间也是确定了关系,种种这些都是传到了林维大耳朵上。 自己还没有和贺小燕在一起,现在都是被秦宇悦世界族先登,而很快秦宇悦也是怀上了孩子。 更是说出生孩子要战之声,躺之生孩子实在是太难受了,而这也是让贺小燕十分的心疼,没有想到自己的小祖宗居然说出这样的话,更是说要秦宇悦要悠着点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喜欢的朋友点赞加关注,每天都会更新贺先生的面面不忘的故事,让我们下期再见。